人可能住了很多地方 不过有一个特别的居所 我们必定要认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用诗篇九诗篇 来做我们的灵修进度 我们只看第一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这么一节简单的经文 但是却描写了很多 这位主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 诗篇九诗篇有一个标题 那边写神人摩西的诗 这首诗是摩西所写的 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何等重要的人物 他有一百二十年的寿命 前四十年 接受了各种的教育 那么在皇宫里面 过着一个宫廷的生活 后面四十年 他就居住在旷野 在旷野牧羊四十年 也吃尽了不少的苦头 最后四十年 神呼召他 让他离开了旷野 再回到埃及 带领当时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那么这个是出埃及的记录 这位摩西的确 看他的人生就可以了解 他是一位军事家 他也是一位政治家 他也是一位人民的领袖 在他的一生里面 写了摩西五经 所以他是一位神学家 写作的时候 当然运用很多文学的笔法 所以他也可以说 是一位文学家 今天这首诗 就是其中一首 流传千古的诗作 第一节说 神啊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居所就是住的地方 人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 不管我们在地上 住过什么样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这首诗歌指出来了 那就是原来我们的居所 是主自己 在哥罗西书有两节经文 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了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哥罗西书三章三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哥罗西书的经文非常清楚的 给我们看见 原来我们不只是住在地上任何一个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心灵 是住在神里面的 所以摩西说 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 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 现在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们的灵魂有一个永恒的去处 就是在主的里面 这里还说是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是一个时间的延伸 于是我们可以借着信仰的传承 不只我住在主里面 也是我的后代带领他们认识主 于是他们也住在主里面 那么世世代代就带来一个永恒的延续 愿主带领我们 我们不只我们自己住在主里面 也引领我们帮助我们 让更多人世世代代住在主里面 这样人生不论在地上有怎么样的变动 心灵永远安稳在主里面 就好像一艘船 不管它在哪里航行 但是这艘船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这艘船停泊在主的港口 于是这个毛就稳稳地挂在主的盘石上 今天让我们的心灵住在主里面 不论这艘船过去的经历 不论这艘船遇到什么风雨 我们可以牢牢住在主里面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